嗨,大家好,我是今天才喝了甜甜的Feed & Wesson,所以非常开心的长颈鹿 我们现在要去超市买一个Feed & Wesson,进商场的一瞬间我都惊了,因为商场已经开暖气了 现在,现在才 这种比较花的是意大利产的,哪一个 它不能倒的,因为它那个口是没有封的 这种呢,是德国产的 再拿一个 那Feed & Wesson,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白羽毛 是德国在初秋的时节的一种时令性的白葡萄酒 那我第一次喝的时候呢,是在我来的第一年 那年的秋天,我还在柏林读语言 然后当时我的社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就告诉我说 德国这边有一种这样的酒,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它甜甜的还挺好喝的 但是因为我是一个酒精过敏,就是一喝酒就上脸 脸就红扑扑的人 所以我就听说它是一个酒,就没有动去买的心思 但是我的朋友后来就去买了一瓶 然后让我喝了一点,尝了尝味道 从此我就真香了 每一年到秋天这个时候,就总是要去超市去寻找它的足迹 所以呢,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德国的这一种时令性的葡萄酒Feed & Wesson 它一般呢,是在8月份葡萄开始收获的季节上市 然后在北威州这边可能10月份的时候就买不到了 但有一些地区好像是会卖到11月 奥地利的那个葡萄酒法,它里面有规定 这个Feed & Wesson上市的时间是每年的8月1号到12月31号 所以呢,在奥地利可能喝到的时间会长一点 那么在北威州一般是有两批 第一批呢,就是这一款 它比较刮,然后上面有画小天使 这一款是意大利产的 它每年上市上的比较早 大概8月中旬8月下旬的样子就会上市 然后第二批呢,是这一款 这一款是德国巴登州产的 这里有写它的产地 然后它一般是在9月的中旬9月底的时候上市 那么Feed & Wesson这个白羽毛呢 它在不同的地方其实是有不同的名字的 在德国的有一些地方它被叫做Feed & Wesson 那是因为它里面酵母的缘故 它的液体是半白的 所以呢,就把它叫做白羽毛 那别的地方呢,也有把它叫做Niolwine的 然后也有叫Bitler的 然后在奥地利它的名字叫Stum 在瑞士呢,则被叫做Zalsa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称呼 然后像Feed & Wesson呢,它因为是白羽毛嘛 然后每年与它同期上市的还会有粉羽毛和红羽毛 但是因为白羽毛它的味道是比较甜的 所以大家基本上喝白羽毛喝的比较多 一般超市的库存也是白羽毛走的比较快 那Feed & Wesson因为在卖的过程中 它还是在酿造的 然后在酿的这个过程中呢 它是会产生二氧化碳的 所以它的这个瓶盖不能封起来 不然它的瓶子可能就会爆炸 大家买的时候就也要注意 这个瓶子是不能这样倒着放的 因为它的液体会从里面流出来 但是呢,其实在长途玉树的过程中 虽然它都是这样立着放的 但有的时候呢,酒就会洒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就会变得粘粘的 所以我一般去超市买的时候 我会身上带着湿巾 随时随地就可以擦一下 不然它那个手上面都沾满糖 就会很难受 然后呢,也是因为在出售的过程中 它是一个正在酿造的过程 所以它的酒精度数是会有所变化的 一开始大概在4%左右 然后慢慢的手精浓度会越来越高 最高的可能会上升到11%左右 但是到11%的时候呢 就不是大家想喝的那个甜甜的味道了 所以呢,可能到那个时候 大家就不是很愿意买它了 那菲德威瑟在买回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尝一尝 如果它是你想要喝的刚刚好的 那个甜度和酒精的平衡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 来抑制它的这个发酵 让它保持现在的味道 但是呢,如果当时还太甜 你觉得酒味有点太淡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在室温下 让它再发酵一下 然后你再继续喝就好了 然后呢,还有要说的是 菲德威瑟里面含有丰富的 医生菌和维生素B1B2 所以它对肠胃的蠕动的效果非常的好 但是白羽毛虽好 大家不要贪杯 喝多了可能就会造成腹泻啊 这样的后果 然后还有就是,虽然呢 它大部分时间喝起来是甜甜的 但事实上它是有酒精度数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贪杯 就像我,我一开始不是讲了我是一个酒精过敏的人 有一天呢,我就是一个人一下子喝了半瓶吧 然后那一个下午就整个人就孕孕呼呼的 就是已经要醉了的状态 那么因为它的口不是密封的 所以它很难说就是寄回国 然后让我们和亲朋好友们一起分享这个酒 所以国内的小伙伴有机会在秋天的时候来到德国 或者在德国读书啊工作的小伙伴 在秋天的时候有亲人朋友来探望 都一定记得要尝一尝它 我不能说它一定会符合每一个人的胃口 但是呢,我觉得它始终是德国初秋的一个标志 所以呢,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都尝一尝 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啦 下周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